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几种不同的冲天文 冲天文其实就是预祝文 预祝文看一个人的事业成就 冲天文不但可以看事业 也能看感情 也能看生活的一些状态 我们看第一个标准的冲天文 冲天文的标准的话 就是从前功的位置出发 钱就是代表天 冲天文 所以说这种标准的冲天文 从前功的位置出发 一直到终止的根部 作为男性来讲的话 为人豪爽精明干练 作风坦诚 既有理论知识 又有实践的能力 必然是在某一个行业里面 有所成就白手起家 女性有这种冲天文也是吉祥 聪明贤惠 能够勤俭持家 自身能力也出众 对丈夫子女都是有极大的帮助 而且会收获一个美满的婚姻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冲天文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条冲天文 起于前功 起于前功 这个斜上 上冲向中指下方 这个两条冲天文的人 多半是出身福德深厚之人家 这个家中的长辈正直深厚中厚 而且自身教养也是非常的好 品性善良可靠 在社会上既有作为 又能够坚守原则 除此之外呢两条冲天文的人呢 不论男女都具备出众的这个艺术才能 能够获得众多异性的捧场 或者是这个贵人的助力 能够成为这个瞩目的公众人物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种啊 这是双条 那么第三种呢是这个冲天文的斜向上 这个指向食指下方 跟天文交合 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到中指下方 到了这个木星秋的位置 那么这种呢 再配合有这个六秀文 也就是太阳线 跟原生家庭的矛盾比较多 少少年的时候呢 就比较有波折 适合异地发展 离乡发展 能够遇到一些异地的贵人 提携 在世界上 在中年的时期能够获得不错的成就 晚年运势更佳 女性有这种守闻呢 说明其人呢 富有社交才华 交际能力强 人脉广 事业上又大的收获 这是一个啊 最后一种 第四种是天喜文啊 天喜文呢 就是前功处起 起这个冲天文 斜向上 指向中指 然后更功地文 又起一条斜文 往中指下方走啊 两条文路相合 叫天喜文 天喜文 有天喜文的人呢 不论男女啊 都有这个中意 勇敢的个性啊 形式啊 不拘一格 常常是打破常规 具有敏锐的头脑 能够抓住时机 成就他人 想不到的时机 这是一个啊 好了 有关四种这个冲天文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片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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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拟一可